哈喽大家好,我是科基,我们又见面了 最近有两个事情一定要跟大家分享 这两个事呢,单独看也就那样 可是你要是一不小心把它们关联起来 是故意的还是不小心 事情就开始变得挺有意思 话不多说,Let's go 这第一个,首先是8月15日 国家统计局表示,从今年8月起 全国青年人城镇调查失约率将暂停发布 官方的说法是,由于经济社会在发展变化 统计工作需要完善 而在校学生主要的任务是学习 而不是找工作 所以青年人失约率的数据 在这个调查统计工作优化好之前呢 就暂时不对外发布了 我猜这时候弹幕就会有网友质疑 是不是这个数据不太好看 所以才不公布的呢 对此我认为这是不中肯 不客观,不正确的哈 因为据科技的观察 我身边的同事都在工作 并没有失业 哪来的数据不好看呢 至于这另外一个事情呢 则是在青年就业者里面 开始蔓延的一种趋势 很多年轻人开始不交社保了 这事的由头是 7月初全国大多数的省份 公布了23年度社保缴费的基数 其中上海市以7310元的基数下限 高居全国第一 那么这个数字意味着什么 按照最低的缴纳比例来算 一个在上海灵活聚业的人想要在当地缴纳社保 那么不管你的收入有多少 你都得承担至少2558.5块钱的基本养老保险的医疗保险 而在一年前这个数字还是2282块 这几百块钱的涨付足以让很多以灵活自居的年轻人开始考虑灵活变通 一时激起千层浪 各大社交媒体的评论区里一时间炸出了很多有相关经历的人 他们的经历盖过来说就是大家觉得自己挣钱不易 社保这笔钱似乎交的不太划算 如今盘踞不少在大城市务工的年轻人心里头的灵魂拷问就是 在当前灵活就业灵活用工的大环境下面 自己每个月还要承担将近3000块钱的保险支出 这一切值得吗 以上两个看似毫不相关的事情 除了反映出大家都挺不容易以外 更重要的是他们都指向一个这些年来被频繁讨论 并且会实打实的影响到每一个人的话题 你不交我不交 这养老金的缺口怎么消啊 因为我国养老保险采用的是限收限付的机制 这什么意思 简单来说就是你现在交的养老金 都是用来垫付给上一辈退休元年的退休金 而又因为某些众所周知的历史遗留问题 这个收支之间长期存在着巨大的缺口 并且有着缺口扩大化的趋势 因此年轻人的就业状况跟社保缴纳的积极性 是会直接影响到整一个养老金大盘 今天我们就来聊一聊养老金缺口这个话题 分析一下为什么有的年轻人开始不交社保了 这个事情带来的潜在影响又会有哪些呢 你的支持对我们很重要 欢迎大家 comment like share 首先需要说明了 我们这期视频讨论的主题 主要针对的是那些灵活就业的年轻人 那么到底什么是灵活就业呢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保险法的示意 灵活就业主要是指在劳动时间 收入报酬工作场所保险福利劳动关系等方面 不同于建立在工业化和现代工厂制度基础上的传统主流就业方式的各种就业形式的总称 至于国际上的灵活就业通常指的是非正规就业也就是non-standard employment 它是一种与正规就业相对应的就业概念 它具有非连续的 非全职的 雇主与雇员之间没有直接关系等特点 过去这种非正规就业或者灵活就业的对象 主要就是家庭作坊 个体工商户 兼职人员 或者是各种自由职业者 以及其他打零工的人群 不过自从经历过你在某鱼上面出过二手物品 或者每周工作超过一个小时 这些都不算失业 而是算灵活就业的说法出现了以后 灵活就业这个概念就有点变味了 反正你可以把灵活就业理解成一个框 各种有业无业的游民都可以往里装吧 就回到社保缴纳的正题 如今多地的人社局对灵活就业人员都有了相对明确的定义 以上海为例 灵活就业人员是指年满16周岁 且男性未满60周岁 女性未满55周岁 在本市劳动就业的自雇人员 正规就业人员相比最大的区别是 他们缴纳社保的费用需要由个人全部承担 就拿开头我们说的上海为例 灵活就业人员承担的2800多块钱社保费用是怎么来的呢 首先按照当前灵活就业人员的缴费规则 这个群体只需要缴纳养老金和医疗保险两大险的费用 至于缴纳的比例分别是20%和15% 合计35% 那么用当地社保缴费基数的下限 7310块钱乘以35%就可以算出来了 从横向来看呢 基本上全国各地灵活就业者缴纳社保的方法 也是按照这个执行 只是具体的缴费基数和比例会根据各地情况稍有调整 那么这2800多块钱的社保费用 到底算是多还是少呢 我做了一个简单的纵向对比 你们说了算 我们找到了2018年 也就是COVID爆发之前的一年 上海社保的缴费标准 那时候当地社保缴费基数下限是4279元 凉险缴费比例为39.5% 那么合计需要缴纳的最低费用就是1691元 也就是说 在短短不到5年内 灵活就业者当时缴纳社保凉险的费用 每个月就要比2018年多拿出超过1000元 这涨幅超过70% 于是就有了现在顶不住就别顶的状况出现了 灵活就业年轻人群体 社保缴纳的意愿下降了 让原本就不太富裕的养老保险基金 雪上加霜了 这时候大幕又可能有人要反驳了 我博的人口那么多 社保缴纳的人群基数那么大 一小部分年轻人不交社保影响能有多大呢 按理说 少数人社保缴纳意愿下降呢 对于整个社保的收支大盘影响应该是不大的 因为前面说过了嘛 中国养老保险采用的是限收限付的机制 也就是用当代在职员缴纳的养老金 支付上一辈退休员员的退休金 并且由国家财政对其中的差额进行兜底 而按照社保养老金自愿参保多交多得少交少得的逻辑 整个养老保险基金的收支 从长远来看呢 它应该是保持在一个动态平衡范围里面 可问题就偏偏出在这个动态里面 因为动态 因为从目前的状况来看呢 动态平衡似乎转眼之间就会变成动态失衡 失衡说白了就是收支不平衡 其中影响收入最大的因素是什么 自然是缴纳社保的劳动人口 那么我们就先来说说两个负增长 2014年中国14到64岁劳动人口 首先出现了负增长 2022年中国出生的人口为959万 而死亡人口高达1041万 人口自然增长率为-0.6% 是新中国自1962年以来首次出现人口负增长 而如果我们把时间线进一步拉长到 近两次人口普查之间可以看到 2010年人口普查结果表明 15到59岁的人口为9.4亿人 到了2020年这个数字变成了8.94亿 占总人口比例63% 10年间整个中国劳动人口的总量减少了4524万人 除了要面对劳动人口总量下降以外 第四波婴儿潮的缺席也为老龄化进程带来了进一步冲击 1949年以后 中国先后经历了三次婴儿潮 年均出生的人口都在2000万以上 按照回生婴儿潮理论 我国应该在2010年前后出现第四波婴儿潮 理由很简单 这第三波婴儿潮出生的2200多万婴儿 到了2010年正好处于生育万圣期 新的婴儿潮出现 理所当然了 而这批新生儿将会成长为上一轮老年人口养老金的有力支撑群体 可是问题就来了 这预期中的第四波婴儿潮这并没有来啊 按照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的结果显示 2010到2020年间全国新增人口为7200多万 算下来年均出生人口只有720万左右 更要命的是 与缺席的第四波婴儿潮形成鲜明对比 前三次婴儿潮时期的出生人口 将会在以下三个阶段相继步入老年期 其中啊 这第一波婴儿潮的人口 预计会在未来5到10年里进入老龄化 由此预计2033年左右 中国将会进入占比超过20%的超级老龄化社会 这独特的出生对立给当前的人口结构 跟老龄化进程都带来了很大的冲击 这个事情简单概括就是 虽然我们劳动人口的总量在下降 但是领取退休金的老人却不断增加 根本不还 这好巧不巧的 在这个基础上 现在还得算上灵活就业人群 那充满不稳定因素的社保缴纳意愿 因为中国当前的灵活就业人员基数 已经大到了一个不能再忽视的程度 截止到2021年 中国的灵活就业人员超过2亿人 作为参照 同时期中国社保参保人员总数 大概是10亿人左右 也就是说假定这2亿多灵活就业人员 全部都参保 那么这个群体将会占了 整个社保交费人群超过20% 而在这2亿多灵活就业人员里面 那些不愿交 或者交不起社保的年轻人 又占了多少呢 恐怕只有相关部门才有准确的数据 如果我们顺着这个逻辑 梳理下去 会发现 那些不愿交社保的年轻人 可能只是压死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 因为有关养老金缺口的全民大讨论 从10年前就已经开始了 而社会各界对于养老的焦虑 一直都没有停过 2013年 一篇题为 今年养老金缺口达18.3万亿元 延迟退休面临三大难题的文章 引发了社会各界对于中国养老金缺口的担忧 按照文章所引述的报告核心数据 到了2013年 中国养老金的缺口将会高达18.3万亿元 根据这报告成员的说法 这个数字是利用推测法和估算法 基于国家统计局往年已经发表的数据 作为存量基础 再加上每年的流量变化 逐年累计而成 尽管有关18.3万亿这个数字争议不断 但是养老金缺口开始摆上明面讨论 已经是不争的事实 人社部当时给出的回应是 总体上说 养老保险基金收入大于支出 当期结余超过4000亿元 根本不存在基金缺口问题 很显然 对于相关部门而言 讨论养老金结余数据的时候 自动把财政补贴纳入统计 也是理所当然的嘛 此外 不少官媒也纷纷下场表示 在探讨养老金问题的时候 不应该简单的把财政补贴部分剔除 理由是 为部分地区有困难的养老群体 提供财政补助 这是中央跟地方财政的职责所在 这话你要初听呢 觉得问题不大 可是仔细一想 却不太对劲 对此 汪德华在接受经济参考报采访时就表示 要观察基本养老保险基金 是否具有可持续性 应该对比缴纳收入和支出 说白了 就是要看这个缺口发展的趋势 它到底是在扩大还是在收窄吗 那么从这个角度来分析 事实又是怎样的呢 早在2015年 经济观察网刊发文章表示 根据一名接近人事部的专家介绍 全国养老金整体上出现亏空 是从2013年开始 当年剔除财政补贴后的亏空是959亿元 而2012年 这个指标还是正值 到了2014年 养老金亏空已经上升到1563亿元 2015年又进一步攀升到3000多亿 此外呢 根据近年来相关部门和有关机构给出的数据看来 中国养老金缺口的扩大化已经是不争的事实 根据财政部公布的信息透露 2021年剔除财政补贴以后 我国基本养老金缺口达到7000亿元 而中国保险行业协会在2021年发布的报告预测 未来5-10年里 中国预计会有8-10万亿的养老金缺口 而且这个缺口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进一步扩大 而根据中国社科院这份报告预测 按照现行的政策 养老金收不抵制将会出现在2028年 而到了2035年将会耗尽累计的节语 面对养老金缺口持续扩大的危机 刚才有关财政补贴合理加上职责所在的说辞 这显然都无法自圆其说了 那么这中国的养老金缺口还能抢救一下吗 俗话说的好 重则思变嘛 为此呢 这些年中国针对养老金制度的改革也是在频频的出台相关政策 事实上呢 早在2015年前后啊 中国就已经在推进有关养老金病轨制度了 所谓的病轨制对应的其实是之前的双轨制 因为最初中国的养老保险制度规定 机关失业单位的工作人员离退休制度 是属于国家保险模式 个人不需要缴纳任何的保险费用 但是却可以根据职集享用相应的退休金待遇 这也被视作是造成中国养老金缺口的重要原因 公平 公平 然而2015年1月 国务院印发了这份决定 自2014年10月1日起 机关失业单位工作人员 基本养老保险费用 要由单位和个人共同承担 这也意味着 随着养老金病轨制度的推进 曾经的双轨制将逐渐退出历史舞台 全国数千万的公务员 跟事业单位工作人员 也将要和企业职工一样 自己承担部分养老金缴费 那么这么多年过去了 这个病轨制推进的怎么样呢? 按照原念的计划呢 这项改革会有10年的过渡期 也就是到了明年 我们就可以看到病轨制到底可不可行 而除了大刀阔斧解决养老金双轨制 这个历史遗留的难题以外 近年来有关养老金改革的政策方案 也在频频出台 至少从以上的政策改革层面来看 有关养老的问题 你急 国家比你还急呢 不过百年大计固然重要 立足当下也是必不可少的呀 回到视频开头谈到的话题 要如何提升当下 因参保人员缴纳养老金的信心 恐怕才是相关部门需要考虑的重要议题 毕竟社会保险作为社会保障机制的重要一环 原本是要给每一个人提供保障 可是随着全国各地社保基数连年上涨 对于广大被灵活聚业的年轻人来说 这笔钱如今反倒成为了沉重的负担 社保作为一种年轻人跟大城市的连接 它的缴纳年限跟购房购车入学资格高度绑定 可随着如今年轻人对于大城市的幻想逐渐破灭 社保的缴纳似乎也变得可有可无 跟很多中年失业 不对 中年才开始灵活就业的人不一样 这些年轻人通常不用背负多年社保缴纳年限带来的沉没成本 停缴社保优先省点现前的决定并不难做出 因此与其质问现在的年轻人 为什么不交社保 或许更应该关心的是 对于这个群体来说 他们是不想交呢 还是真的交不起了